我们把取出来的毛 在根据一开始跟医生讨论 还有我们所谓的自然的法瘤 还有胡子的这种形态 我们来把它种回去 这样长长了以后 之后它的美观上面 才会比较自然一点点 今天任何一个步骤 没有做到非常的完整 其实都会造成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 自己可能比较不好的一些期待 举例说明好了 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 我们种法 我们种毛 如果种得太深 那我们可能就会有凹陷 如果种得太浅 可能这个毛可能就会脱落了 所以说它的种的这个深度 也必须要是刚刚好的一个深度 然后有些毛它正长的这个流度 不能够让它到时候产生一些倒叉等等的 那这些呢还是会需要做一定的考量 那所谓的种法之后呢 有一部分的这个所谓的病患或顾客呢 他们有可能会经过短时间的 甚至短短时间的一些毛囊炎 这个呢是这是可以控制的 只要跟医生好好的讨论 好好的配合 这是可以控制的很好的 这就是需要开霭骨的